好不好 現在辦國慶晚會 這是台北市的國慶晚會 在台北市 在台北市 但是是中央的 要在大巨蛋辦 用大巨蛋 本來像國慶的典禮 都是立法院長召集人 立法院在辦 最近我也接到請貼 看要不要去 韓國瑜說要幫忙去募款 因為辦網會還是要錢 而且現在有些大牌藝人等等 總是你的音響 設備 總是要好一點 維安也很重要 而且賴清德要來 結果賴清德 維安應該是 國安局他們就可以負責 為什麼他們來煩惱這個事情 所以因為維安要增加 很多的設備等等 都要錢 那時候掉頭不順 賴斯堡是政治歧視 就是說如果是民事長辦 是不是錢就很容易募了 韓國瑜就募不到 各韓庫也通通說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那麼賺那麼多錢 說沒錢 王宏會說公股銀行大小眼 完全看顏色辦事 另外國慶的籌備委員會是說 晚會經費中央會部分易住 不足的地方叫地方自籌 我補助你一部分 不夠的話你自己去弄 大家想說文化總會不是很有錢嗎 文件會不是很有錢嗎 文化部等為什麼不能出呢 他們說光雕的經費 跟國慶晚會的經費是不同的 來源不同的 我們可以補助光雕 但是晚會我們不可能都補助 台北市觀察局說 如果真的需要 我們就到民間募款 我覺得也是 民間也可以募 愛國的企業很多 媒體是問了 說是因為現在台北舉辦 如果到高雄會怎樣 是不是這張通通買單了 沒有的錢都沒問題了 這張全部通通我出 是不是這樣子 來蘇惠怎麼看 其實國慶晚會是這樣 他一般有編列國慶晚會的預算 但是每一次的國慶晚會 在不同縣市辦 縣市政府也要出一部分 所以它是一個合辦的角色 今年因為包括說去大巨蛋 然後包括說請了江惠來 還有包括賴清德要來 所以整個經費就比過去要暴增 然後有一些缺口這樣 可是我覺得很簡單 我覺得立法院可以去調查 過去公股銀行對於這種國慶晚會 它到底有沒有補助 有沒有贊助 有沒有共襄盛舉 如果過去有 為什麼這次沒有 如果過去有的話 把過去的成績 你需要什麼版面露出 沒關係 我們都一樣 反正大巨蛋的場合這麼大 我們都可以配合 我覺得如果說公股銀行 這個有彼此厚薄之分的話 那剛好也成為一個監督的對象 為什麼 因為今年的國慶晚會照理說是十分有噱頭的 第一個在大巨蛋 台灣第一顆大巨蛋 第二個江惠的付出 所以任何這個企業如果他想要露出的話 他都非常願意去贊助的 我告訴大家 因為以前我在台北市觀傳局的時候 我辦這個跨年晚會的時候 一個背板在跨年晚會正前方一個背板 可以募到500萬 一個露出一個商業的露出500萬 然後那個LINE的那個熊大跟兔兔 放在我們市政府上面 這樣也要給我們500萬 所以你能見度越高 越受矚目的活動 其實你去招募這些企業的資源是容易的 這次公股銀行為什麼不要 用這個機會來做形象 而且這是國家慶典 當然立法院就可以去調查 至於我們觀傳局說的也沒有錯 三千萬年 如果你們真的要厚齒薄筆的話 我們台北市就自己去募 也沒有再怕的 過去科前市長辦跨年晚會 一場跨年晚會6000多萬 對不對 我們也是預算也是臭 中央補助你們多少 這次我不知道中央跟地方分這個 中央跟地方大概都1000萬 全部要5000萬 對 這是 差3000萬 差3000萬 因為你這隻地點在大巨蛋 對 沒辦過這種東西 大巨蛋音響設備什麼不得了 那很貴的一定比小巨蛋貴很多 而且你還要搭舞台 你要在那個球場 所以可以去調閱說 去上一次在高雄辦多少錢 那差額是誰補助的 就這個是很清楚查得到帳的 所以我覺得公股銀行 不要拿這個來作為 試探或是歧視的工具 司宣 我覺得今年的這個國慶晚會 一定是大家都所期待 就算不是台北市的人 都會想要知道說 在大巨蛋裡面辦國慶晚會 會是什麼樣子 賴欣德總統也要去 我覺得中央 不管是關股也好 或中央這些補助的這些單位也好 其實可以拿出氣度 真的差了3000萬的錢嗎 你要搞到說 地方政府的官存局要出來講話說 要不然我們向民間去募款 說真的你中央政府親何以堪 說真的如果要開放民間募款 我覺得這個 像其實剛剛蘇惠議員講的那個 我是很認同的 通常不管籃球賽也好 這種大型賽事 說是贊助 其實那個是買廣告 籃球場周邊每一塊的那個 都是廣告 那個都是錢 那都是曝光 我認為這麼大的國慶的慶典 一定大家排隊要去購買 只是說有沒有必要走到這一步 還是今年辦在台北市 你台北市已經第一個 辦在大巨蛋 周邊所有的交為計畫 所有的人力 我相信台北市要出相當多的資源 那你在經費上面 我認為中央政府 你竟然這麼霸氣 你就要做出來給大家看 不要說還要官存局出來講說 我們向民間募款 其實不太好看 現在現有底下 剛才蘇惠一直強調 這裡面這樣可以看 去年我去年都看了 那個行庫出錢 一個單位五百 五百萬怎麼沒有出錢 有啊 就在其他縣市辦 五百 按照慣例 就是國慶的晚會 在這個地方辦 然後裡面大概就是元利 五百 一個五百 那個五百 不要忘了 我們的金控 大賺錢 今年賺很多錢 獲利是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攤這幾錢 八大航空 這裡出五百 那裡出一百 三千萬 六項就有了 怎麼沒有 這個不要說又什麼 台北市群眾 行政院下令一下就可以了 他現在邀請什麼人去參加這些晚會 到時候四萬多個 因為大巨蛋的席次很多 我懂是什麼人可以去 會有一部分 當然就是譬如說官員 然後五院的貴賓 然後其他的我們現在正在規劃 開放給市民免費來索取票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與民同樂的活動 那金格也想要在幾萬人面前講話 所以我不知道說 現在穿這種小鞋的意義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這樣的討論 要凸顯我們的愚蠢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不出來還麻麻糊糊 用韓國瑜的名義出來募款 更加麻煩 因為民進黨看到韓國瑜的感覺 所以我哪有說出錢增加你的光彩 不應該這樣 我講我們不要做得那麼辛苦 因為那個党員剛才你剛才講的 就是說在大巨蛋第一次 這個風風的大家都要看 你就把它做得鬆快 做光彩 做好運字 我覺得我建議主持人就要講 現在歡迎我們的總統 這個某某單位 某某單位捐三億 大家好 我告訴你 你要講 要講 誰出多少都會講 讓你們每個人都知道 不是 誰出多少應該講的 對不對 出錢應該講的 讓你們大家知道 要怎麼應該講 最了解那個航庫的心情 你知道 航庫思想給 可是上面沒有指示他不敢 誰第一個弄了你就得罪了 你看最近延山大飯店林醫生被犯 他自己知道嗎 不知道 對不對 101張邪順被犯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航庫其實就是這樣 航庫在蘇貞 怕 他會怕 當行政院長 我每年都那個 可是今年不一樣 今年的國慶 是非常有中華民國意涵的 我絕對不要當第一個 對不對 我何庫 我先當第一個台銀會哥嗎 不會 搞不好你 過一陣子你馬上就被犯掉了 董事長跟總經理 他會有過激 所以你要在這裡向賴清德喊話 這個都是為了你的面子 好不好 看看相關新聞 今年國慶晚會 將會在台北大巨蛋舉行 台北市長蔣灣 特別邀請了歌后江慧現身 不過因為整體硬體設備提升 也導致籌辦的經費暴增 招標金額1950萬 文化部和僑委會一群網令 贊助將近千萬元 剩餘995萬差額 由北市府自酬 北市府向慶酬會主委 立法院長韓國瑜求助 卻傳出韓國瑜找公股行庫募款卡關 原因是他們已經贊助 文種主辦的國慶光雕展 公股行庫更是全民的資產 過去贊助國慶活動更是情之有年 為什麼換成韓國瑜籌辦 換在大巨蛋舉辦 就要刻意杯葛 藍尾質疑看顏色辦事 但文總喊約 強調按照往年經驗 國慶晚會和國慶光雕 經費來源不同 無互相影響之餘 看看去年國慶晚會辦 在台南空軍基地限制1500人 今年在大巨蛋加上 將會開場開放2萬人 總統又首次進大巨蛋 硬體升級和維安考量 讓經費比去年暴增超過一倍 他不但慢 而且想要辦得很大 也辦在大巨蛋裡頭 經費當然又多 因此相關的單位就會有所考量 對此官傳局表示 總預算1950萬元 巡禮慶酬會協助952萬 北市府支應997萬 賴政府首場國慶晚會經費問題 成為公訪話題 虹委員 給不給錢 其實我自己是認為 第一 當然大家現在看到 都是這個索委會 看起來是韓國院長在帶領 當然不要忘了 這也是賴清德總統的第一個國慶 其實主要是內政不在辦 院長只是出個名而已 當然 但他還是有一定的 象徵的號召 我們自己是認為 像國慶這種事情 其實沒有特別在分黨派的 就像那時候520的就職 其實眾民黨的角度 也很希望國民黨一起來參與 這一次是國慶的韓國瑜院長 在召集來辦 某個部分其實這都 其實在這裡面去分黨派 其實這是沒有不太有意思的事情 坦白說一定的高度 而且這就是賴清德總統第一個 這個國慶的大典 國慶的晚會 所以我自己坦白說 我是覺得不太會有什麼 去分大硝煙這個事情 這是大家就一起的來參與 我就再說一件事情 現在國民黨還是 是立法院的最大黨團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用在這邊 針對一些這些細節 我認為未來 這個應該都會水到渠成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你剛才的發言算是權威人士的發言 不是 不是權威人士 你明信你嗎 我不是權威人士 他是民進黨團的幹事長 不是啦 我是副幹事長 副幹事長 休息一下就回來 真的不行 好 金華城的董事長說陳育坤 昨天被二度約談 上市1200萬交保 約談差不多將近四個小時 所以出來看起來審請有點疲憊 另外沈靜軍因為說身體不好 希望能夠保外就醫 結果申請書沒有簽名 台北地方法院說你七天內補證 你沒有簽名我怎麼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你自己要申請的 七天內補證 補證再看 另外 柯文哲不是給了容金獎勵20%嗎 黃三三說 國土所說是全國的標準 我們郵史會就說了 黃三三錯誤引用法條 所以治政有罪 而且他們常用很多 當時省政府的一些例子 台北市政府幹嘛用省政府的例子 好 那麼這個20%是滿重要的一個徵點 它有幾個徵點 從392變成560 從560變成800次 然後中間有好幾個轉折 就有書問說為什麼把責任 轉嫁給市政府的公務員 另外說如果你自求援兼殘判 你自己去搞出一套 自己又審查 進化成了容金的增加的話 都委會的委員恐怕會被列為被告 從某個角度看 你自己搞一些法律 法令 自己搞一些辦法了 然後自己審查 說負不合這些辦法 然後就給你了 給那麼大的利益 所以也有過去的柯文哲的幕僚是說 方案是黃三三看過沒有 方案是就是容金 獎金獎勵 那所以也有議員說應該約談黃三三的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約談黃三三 那個另外他們也說雙黃 好像是這個造謠 沒有說真話 到底怎樣 那也有像許祝華議員說雙黃是提勿救火幫到嗎 我們看一下 說說話董事長 西裝筆挺手拿牛皮紙袋不發異語 他就是因為金華城案涉嫌貪污罪的金華城董事長陳育坤 從白天到晚上經過約四小時徵訊 陳育坤神情顯然很疲憊 兩週前才被以1200萬元交保 這回又被找來問訊 外界推測或許因為檢方前幾天密集傳喚證人 提訊被告問出新進度 或許有人提及陳育坤 或者有人說辭有出入要陳育坤買比對 而以目前形勢來看對柯文哲恐怕很不利 接下來檢方不排除安排柯文哲 彭正聲黃警茂對峙 儘管法官曾說 沈慶晶並沒有病重道無法積壓 但委任律師仍在13號向法院申請聚保停壓 不過沈慶晶卻忘了在這份撞紙上簽名 北院要求補證 律師下午再度趕去律檢 有沒有補簽名 有嗎 律師點點頭沒有本人簽名 流程上恐怕會延誤 老陳 什麼事 就是剛剛講這些 剛剛講這些 我跟你講 我很好奇 沈慶晶出去 在哪裡 現在還在醫院 我覺得這很有問題 我真的想去看一下 因為他上土下瀉 你去看他的病情加重 對 因為越方如律師說 上土下瀉好像很嚴重 我告訴你們 上土下瀉最不嚴重 你知道嗎 如果你只是下瀉沒有吐 那喝水就好 如果有上土 喝水或帶吐 就打濕淹水 馬上可以回來的 住這麼久 到底你是有什麼病 我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這兩天的節目 電視節目都在討論 黃珊珊的這一招 因為黃珊珊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講話了 忽然間出這一招 不管是時間上 或者是這個法令的適用的範圍 大家都覺得很荒唐 你這樣講法是在替 這個進化城替這個小省解脫 就是說這個本來就是合法 本來就是合法 為什麼市政府 盲塵這一段時間 自己找自己麻煩嗎 還有小省是陷情太多 大家拿大堆錢出來做公關 黃珊珊你跟小省說還不用 這本來就有得力的 不用開啟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 我也不願意在這裡再罵黃珊珊 我覺得整個民眾黨 從頭到尾被科闢真的是害慘 他們現在是無頭昌明盲城一團 無論出什麼招 那個反彈的作用都很強 因為他每一招 他們自己想這個有道理 比如說他們要開50幾場的說明會 你看到了新莊到了嘉義來了幾個 你知道幾百個而已 所以他那一天在群賢樓面前的 那個兩萬人 那個是全國動員來的 後來都是無以為繼的 現在我覺得阿伯 阿伯你甚至搞到今天 你要有良心一下 你私底下要透露說 到什麼程度 超過了就不要做了 因為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到什麼程度 你們再這樣搞下去 我們都集體滅亡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真的 你們大家說七三八十天天天天天 真的被阿伯害得到的團妹 團妹才嚴重 我覺得之前民眾黨一直把重點 放在司法公不公平 跟程序正義這件事情 其實得到大家的認同 包括藍營 包括我在內 也都聲援說程序要正義 北檢不可以亂漏消息 但是突然之間 黃珊珊帶頭 然後民眾黨最近開始在佔 威京的金華城容積獎勵 是合法的 變成在護金華城容積獎勵 是合法 他開始轉這一招的時候 我相信國民黨內 沒有一個人敢上車 這個時候誰敢去說 金華城的容積獎勵是合法的 包括高院的裁定書 還有兩次地院的裁定書 就算對柯文哲的處置不同 但是都把金華城的容積獎勵 講為不法利益了 這個已經是高院跟地院的法官 都已經這樣子新政認定了 最後的司法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可是民眾的普遍認知也是這樣 再來講到 為什麼我們會開始調查金華城 起因是因為今年1月 監察院對於這個容獎的調查糾正 認定他有重大為師 那我想請問柯市府或黃珊珊 上一次柯文哲把金華城的容積獎勵 從392變成560 他是拿著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奉為聖旨 說是監察院調查的 劉德勳調查的 我們只是小小的公務員 我們當然要聽監察院的調查 沒有錯吧 到現在還把這個拿來做聖旨 說是監察院調查 我們只是照著監察院做的 好啦 那同樣是一個監察院的調查 今年的監察院調查是你560以上 再給他20%的容獎 這個就是有重大為師 這個時候為什麼所有民眾黨的人 都開始不認同這個監察院的調查了 開始一直在跟我們揮說 這個容獎是可以給的 這是另外一個 再來黃珊珊 沉寂了那麼久 突然出來的這個時機點是很詭異的 為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沈慶晶的律師 是什麼時候提交保的這個申請的 9月13我記得 9月14黃珊珊 就突然出來為威京德 金華城的容積案佔清白 認為他的是合理的 他用的論述反而是把柯文哲彭正森 甚至市府的公務員 推入更深的深淵 為什麼我這樣說 原本金華城他提的法源依據 是依據都市計畫法24條 他是土地所有權人 所以他有權去自提都市計畫 然後送來給我們審 我們可以怎麼審 那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提是他提的OK 結果現在黃珊珊說 沒有 其實我們用的是 台北市都市計畫 施行自治條例25條 兩個不同的法 一個24 一個25 一個是自治條例 一個是母法 責任差很多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都市計畫 施行自治條例裡面的 第25條 主動權變成是台北市政府了 他說我市政府有權利 看這塊土地有必要 我給他修 我給他榮獎 大家有沒有搞懂 本來是威京的責任 現在變成是說 是我們公務員覺得應該要給給他 那這個未來會讓行政處分 後果是什麼 後果是我們可能 逃不回這些不法的容積 即便法院認定有問題 為什麼 你給他的 對 因為是我們行政處分錯誤 威京可以主張說 我有信賴保護原則 是你主動要給我的 我身為企業 你要給我 不就雙手恭敬的收下來嗎 過去是他來討 現在黃珊還把他講回說 沒有 是我們市政府主動要給他的 這是害柯文哲 害彭震生 之前柯文哲在第一次激押停的時候 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 現在變成你知道 是你覺得要給他的 你才會去簽那個提會的公文嗎 那士烜 這個是這樣 剛剛淑慧議員提到的 這個高院的裁定書 說這個20%的獎勵容積是違法 但是這個一個關鍵點是 這個高院是刑事法庭 並不是行政法庭 新竹民進黨的這個醫院的這個事情 當時候跳出來說 插無不法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250到450的這個案子 這個是新竹高院的行政法庭 出來做判決 這兩個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你刑事法庭不應該去 去針對容積去做20% 到底合不合法去做定義 我們的訴求其實民眾黨 並沒有改變 還是針對這些程序 針對司法應該要公平 我們這幾場的座談會 其實也不斷的去做論述 剛剛大佬提到了新莊場 那個就是我辦的 但網路上當然會有很多的照片是 我們根本還沒有開始 前兩個小時幾個人 坐在那邊的照片開始流傳說 你看沒有人等等 人數不是重點 我們重點是希望可以走進地方 去跟民眾去做溝通 去講我們的想法跟論述 至於黃珊珊委員他的 臉書文的內容 我覺得需要的是更多的延伸論述 就是說你拋出了這個法規 你的依據是什麼 現在當然社會各界有很多的質疑 包含尤議員剛剛提到的質疑 我認為南山委員可以再延伸論述 當年畢竟他在台北市政府 現在其實民眾黨團隊 真正對金華城 當年就在市府裡面的人 其實並不多 所以說了解狀況的時候 他竟然提出他的 他覺得這個法規法條 是當初他們的依據來源 我覺得可以去做延伸論述 讓大家更清楚 要不然就真的會變成 片面的各自的主觀意思去解釋 對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這次黃珊珊他們還引用了一個 台灣省的施行細則 大家都知道台北市直轄市 直轄市跟省是平行的 我們絕對不會用台灣省的 任何的施行細則的 就一下就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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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